這部分的最後一個立體 就是有關於燃燒 燃燒有三要素 要有可燃物 要有助燃物 要達到燃點 三項去掉一樣 就可以達到滅火的效果 如果你說風助火勢 是因為提供了什麼條件 三要素 可燃物助燃物達到燃點 風吹過來 灌進去空氣 所以它是提供所謂的助燃物 風本身不是可燃物 風也不會提高溫度 所以說燃點沒有關係 所以它就是吹進來 把氧氣送進去 所以它提供了叫做助燃物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OK 那所以 請問你 焦水啊 滅火 為什麼灑水 會可以達到滅火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是那種在天上啊 直升機啊 跑過去 弄一大桶水這樣下來 這樣散下來 或者是 你會看到有人說 那個消防栓啊 有時候噴水物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都有類似的原因 都有類似的原因 好 因為焦水是哪一種 你選的是豬 你選的是豬 它會吸收熱 然後上溫度一點點 如果它氣的話 就會吸更多的熱 所以呢 把水灑過去 它會把熱吸走 然後使得溫度降到燃點以下 達到滅火的效果 像我剛剛講過的水物啊 因為水物更容易 變成氣態 會更容易吸熱 所以呢 感覺它會滅火 就會更好一點 更好一點 所以它當然不是因為 受熱就直接就分解了 我們要用電解 它才會分解 當然也不是因為 它會溶解癢 像溶氧也沒有非常的多 但這跟活性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好 合著 沒有辦法達到滅火的效果 三個東西去掉一樣 就可以達到滅火的效果 那如果你都不去掉 你就沒有達到滅火的效果 所以哪一個 是不是 那還有一些別的小問題 這個答案就是跟別的小問題有關係 別的小問題有關係 OK 沒有辦法達到滅火的效果是誰 我們要找 可愛小女生 女生嗎 這個人不在 女生 男生 柯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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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誰 柯小涵 對不起 B 還是 C C C 你們做 柯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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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油鍋起火 用水澆不行 那是因為油會浮在水上面 油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你蓋不住遮不住 擋不掉 它去跟助燃物接觸 所以呢 沒有辦法達到滅火的效果 所以這三題呢 都是有關於燃燒的部分 就是記得可燃物 自然物達到燃點 叫燃燒三要素 去掉其中一個 就可以達到滅火效果 這個題目 類似這個題目 學測也考過 學測也考過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 就是我們一些立體 有難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嗎